虽然10月的到来,显卡市场依旧是苦不堪言 除了奸商加价以外,货源的紧缺仍然是制约显卡价格的最大因素 当然老黄也是明知这一点的 所以不断地通过新品来扩充产品阵容 然而最近有消息指出,NVIDIA时尚最强的矿卡CMP-1700HX已经全面上市 同时3D系显卡的挖矿算力再一次遭到破解 这一更加详细的情况,整个超级客,来看看吧 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显卡市场已经让大部分的玩家幸会一冷了 虽然国内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,对挖矿行业进行了实质性的打击 但是国外的话,挖矿行业依旧盛行 而不少的国家也已经承认比特币为合法货币 所以现在来看,显卡似乎与住房一样,变成了一个具有金融属性的产品 即便是矿难来临,显卡也不会再回到那个论金脉的时代 顶多只热恢复到原价附近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NVIDIA和MD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 毕竟玩家们买不到显卡,苏妈和老黄就必须得背锅 所以从长远的利益来看,游戏玩家才是真正的意识父母 而专业矿卡领域必须要有产品与之区分开来 但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NVIDIA就推出了30HX,40HX,50HX和90HX等四款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 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视频输出,也不能运行图像渲染 只是为了挖矿而生 但由于最高规格的90HX也仅能获得86MHz每秒的挖矿算力 所以并未被矿工们大量采购 而考虑到这一点,CMP-170HX最强矿卡就此而诞生 具体来看,CMP-170HX将基于GA100-100核心打造 也有4480个CUDA核心,128组光纱单元,70个SM单元 这些规格相比于同核心打造的A100专业卡来说,缩减了35%左右 然而在显存的配置方面,其采用了8GB的HBM2E显存 位宽来到了恐怖的4096bit,最大带宽可达1493GB每秒 但核心主频却比GeForce系列更低,最高仅为1410MHz 至于其他方面,CMP-170HX的电源接口为8PIN供电 整卡功耗约为250W,参数约等于目前的RTX3080 而外观设计也大致于NVIDIA的A100专业卡类似 并没有视频输出口,也不具备游戏功能,全靠被动散热 但作为专业矿卡,CMP-170HX挖矿算力来到了史上之最 达到了164MHz每秒,而这也绝对会让矿工们痴迷 但让人遗憾的是,目前3D系显卡的挖矿算力又又又又被破解了 而在此之前,我们已经知道 挖矿软件NB-miner对于3D系LHR所算力的显卡破解了70% 但这一次T-REX将破解效率提升到了100% 接着来看,根据HKEPC的消息显示 T-REX的算力破解是基于NB-miner70%的基础之上 将余下的30%算力用于到不同算法的加密货币上 以达到GPU100%的算力释放 略有70%的算力用于挖耳、隔壁、乌鸦币等 而余下的30%则用于挖以太坊 看来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不知道NVIDIA对于这样的做法又会推出怎样的措施呢 但不难看出无论是NB-miner还是T-REX 它们破解显卡算力的最终目的都是有利可足 而原价显卡嘛,估计在短时间内依旧是不可能的 哦对了,目前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正在抽取一张RTX3060显卡以及多种奖品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所以大家对于NVIDIA的最强矿卡以及30系再次遭到破解 是吃何种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文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,我是给强,我们下期再见